一个男人爱你胜过爱自己是什么样子 曾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 不管知道对方什么 看见什么都不要移开视线 紧紧抱住的手绝对不能松开 这就是决定去爱一个人是应有的责任 爱一个人其实就是这样的不顾一切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里只有他 只有你们的未来 你的世界里除了他 再也不会有其他人的出现 一如男人的爱情 当他爱上了你 他会不顾一切想要和你在一起 任何主爱都不能停下 他走向你的心 都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可爱情可以是最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 他会让一个男人变得无私 付出一切 只为求得和你的一个未来 一个男人爱你胜过爱自己是什么样子 其实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已经用行动完完全全的告诉了你 时时刻刻惦记着你 即使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真心爱你的男人会时时刻刻惦记着你 不管他是在出差的时候 还是加班的时候 都会牵挂着你 他的心在你的身上 不管他走到哪里 你都是他最深的牵挂 在他心里 你比他还重要 即使他现在情况很糟糕 心情也不佳 工作也不顺 但一想到你 所有的一切烦恼 就会烟消云散 一个男人爱你胜过爱自己 就是这个样子的 时时刻刻都惦记着你 对他来说 你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你在哪里 哪里便是他的家 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你 即使自己一无所有 男人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会愿意把自己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即使他没有很多钱 也没有很大的能力 但他也会认真给你许诺 给你一个个承诺 并努力达到 因为你的存在 给了他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他也担心自己给不了你要的幸福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懦弱 有些小心翼翼 害怕你有一天嫌弃他 他害怕你在心里 把他和别人比较 他怕你觉得他不够好 更怕你说出那些嫌弃他的话 这样的男人 即使现在还没有很大的成就 但他对你的那一颗真心 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为了你们的未来 他迟早有所成就 不顾别人的反对 即使没有别人的祝福 也要和你在一起 经历过婚姻的人都懂 没有接受到祝福的婚姻 是很难长长久久走下去的 两个人要面对无穷的压力 和精神的挫折 这样的压力 如果爱得不够深 是很难承受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愿意为你扛起所有的困难 不顾他人反对 即使没有别人的祝福 也要追随于你 那证明他真的很喜欢你 不愿意离开你 一个男人爱你胜过爱自己 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有没有祝福 也不管你们之间的感情 能不能够得到认可 他爱你 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一个男人爱你 胜过爱他自己 那么在他的心里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更好地和你在一起 为了你们的未来 为了你们的明天 他不管现在有多么辛苦 只要期待着你们的未来 他的心里就是甜的 遇到这样的男人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或许这个世界上 爱你的男人很多 但爱你胜过爱他自己的男人 就只有这一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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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